還要打蛋後就更滑 要不要拌勻 我們自己拌勻 把牛軸放進去 煮熟了 我試一點陳村粉 它是用這種油粉的 綿綿冰是這樣的 它用水牛奶做的刨冰 真的有點像以前上下狗的感覺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 又是陪同女兒出來 飲養食食的好日子 我們今天來了純特 很難才能哄到它出來的 我們來這裡吃粥 這裡叫做杏潭公平靚 吃牛肉火鍋粥 很多位 現在是早上11點 我們駕駛了一個多小時 來到 他們餐廳是10點開門 已經有六七成的上座率 都是年輕人居多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人一煲粥 然後下面有個爐熱 這裡是吃什麼呢 這裡是吃生蠔打鍋 牛肉打鍋 最有名的就是牛肉 趁著今天冷凍的就最好了 還有教會怎樣煮的 讓白粥煮沸騰 第二步重點來了 用筷子攤開牛肉並夾 著放刀 竹女擦 10秒 好啊 牛肉肯定要的了 然後還有調料 女兒去了拿調料 最後才放蔬菜 這裡是數碼點餐 有吃牛肉火鍋 的店舖一樣 這裡都是會有配料的 有辣椒圈 辣椒圈我決定不放那麼多 芫荽 薑絲 薑絲是一隻筷子的 薑絲 吃順德的食物就一定要有薑絲 肯定都要泥一些的 薑絲 當然還有豉油也少不了 原汁原味這一碟 他們是用手電話下單的 他們已經下了這些 眼花寮寮獨餐牌時間 生蠔就生上 30元一打 不貴 牛花肉 它是按斤計的 68元一斤 我們都點了油條 即是油炸鬼 除此之外還有40元一斤的豬杂 手打牛肉丸28元一份 手打蝦滑也可以 他們應該沒有點錯 還有九幾葉 牛胸油 百杯 百杯為何不叫呢 我都不太明白 還有 還有 都是這樣的 這些是必點的 牛骨水 牛白葉 牛白葉是100元一斤 肥牛 30元生蠔 我覺得你應該要一份生蠔 青口 豬杂 豬血 豬腰 一應俱全 很多東西 還有雞子 魷魚酥 多東西吃 豬天梯又有 25元 牛腥 58元 牛心館好吃 他們又沒有叫 麥兒仔 還有一個蛋 這是牛肉 牛肉 牛花肉 雞蛋 還要打個蛋 滑一點 要不要攪拌 我們自己攪拌 好 還有牛八葉 送來了 大件這種 牛肉丸 還有油炸鬼都送來了 牛肉兩碟 多厲害 師傅說要先攪拌 攪拌 因為我們不知道份量是多少 不敢叫那麼多 其實應該還可以有些東西要再叫 讓我攪拌 你的筷子 嘩 這麼漂亮 用那些雞蛋黃 雞蛋攪拌的牛肉 豌滑一點 今天來到順德 當然不會那麼簡單 在這裡叫食物也不敢叫那麼多 蔬菜等一等 先吃肉 吃完肉 再叫蔬菜 粥煮食 不過有個小問題 就是由於順德太多好食物 我們可能會再去 不是可能 是直接會再去 華蓋路那裏吃冰沙 因為今天女兒又陪我們來 是這樣才肯來 撈好了 撈好了 讓它吸收一點 蛋液 滑一點 師傅說 我除了剛才第一碟醬料以外 還做到一碟辣 哇 這碟辣得清醒 這兩碟就好了 先嘗嘗牛肉丸 這種一人一煮的 自己喜歡吃甚麼就放甚麼 如果粥底不夠 還可以再叫那些帥哥幫忙加 這個時候就煮一件牛肉 哇 還有肉片等下之後 應該是不要動它 不要動它 等它浸 一邊浸一邊浸 最後就把油炸鬼放進粥裡 放進碗裡吃 而且碗夠大了 天氣冷吃就好了 牛肉應該可以了 它不是那種沒有米粥 它是有米粥來的 然後肉丸可能都差不多 我們應該是第二次來 他們的分店吃的 第一次都有吃過 但就不是這個分店 當時都吃得挺過癮的 我記得那次有吃蝦 有吃蝦 現在也有蝦吃 不過我們今天不吃了 肉丸先錄一下 試試看牛肉 好像這樣 點點豉油 我不點辣 然後加一點芫茜 這樣吃 我們還未吃早餐 這個就是早餐 牛肉很嫩 牛肉 很嫩 很嫩 很新鮮 而且牛肉片 不要夾這麼大件 它不是那種醃到 死死實實的 它是現設的 這些這樣 因為有膽 所以絕對不要在那裡 仰來仰去 就這樣放進去 在這個時候 肉丸應該可以了 等這件熟完之後 我就夾肉丸 官方又說生的東西 會不會導致熟的 不好 這麼熱的湯底 沒有問題 浪費了食物 就不好 很棒 很棒 我覺得辣椒很新 你還夾了辣椒 你還夾了辣椒 我試了一點 試了一點 都是我這碟嗎 不是 哦 魚片 不是說吃魚片 等一等 先吃了這一輪 豉油很好吃 跟信德去蒸魚的豉油 沒有分別 一模一樣的味 鹽西蔥好吃 試一顆肉丸 很彈 它不是很大顆那種的 要好好 筷子工才能放進去 它不同 我們回到荔灣區吃的 它裡面沒有馬蹄 但是 其實 一樣很好吃的 二曲童公之妙 最重要是肉很好吃 是不是 馬蹄很鹹 然後這塊肉應該已經好 不是 它是一種厚的 很厚的 還有 這個 這個 牛圈吃到後段 還有一些肉香味 就是咬了 吞了之後 嗯 嗯 有口感的牛肉 是 牛肉很棒 上一次吃到這麼好的牛肉 在家裡買一次 就是我們上一集去西洋市場買的 不過是上一次買 未試夠 試多一件牛肉 豉油蘸多少都不會滑 很鹹 它調味 嗯 這些是厚切的 牛肉 就不像山頭牛火 這次我怎麼知道 豉油多了一點 來到這個狀態 它竟然吸飽的蛋葉 嗯 這次夾件大的 之後我覺得 應該加一件牛帕葉 它是大件這種的 牛帕葉不漂亮 試試 牛帕葉就不用太久 牛帕葉可以養一養 可能牛肉片真的有蛋液的加持 很滑 到不得了 嗯 這個牛帕葉就要剛剛熟好 就可以吃了 試一下這個 那 我想試一下這個 辣的 嗯 很辣 大切就好 不過是不鹹的 應該兩樣一起點 超辣 超級超級辣 哇 這個還未熟 超級辣 一定要小心 絕對不好 啊 點點好 這裡呢 可以 可以吃很久的 這麼辣 放一點點過來 在這個時候 生蠔也送來了 蒜蓉蒸 這裏是半搭 我們叫了半搭 我們叫了半搭 挺大隻 啊 前陣子跟朋友去吃過生蠔 差不多是這麼大隻 可以啊 可以啊 起來吧 先試一下 我想試一下這些生蠔先 剛剛那件牛肉太厚了 有一點點不熟 所以就回去再煮鍋 熟一點好一點 至於生蠔就肯定全熟的 嘩好熱啊 嘩 嘩 嘩 你看看 這件牛肉也行 可能有一點點老 不知道蒸老了會怎樣 至於這個時候 試一下生蠔 我通常會這樣吃 先吃上面的蒜蓉 嘩 是這樣的 你看看 整件煎起了 嘩 好吃 而且那些蒜蓉不鹹 這個好 不會蓋住那些蠔的鮮味 不過呢 等一等太熱了 這樣吧 挺肥 火候也好 在這個時候 陳村粉也倒了 牛腩陳村粉 多少錢 30元 30元還是35元 不知道 等一等一等 說順德人吃東西 是很精緻的 很細份的 今天呢 收回這一句 多大份 那個陳村粉 試一下這件 給我煮了很久的牛肉 比較薄的 可能會比較好 不過呢 有時候太薄 又好像 我們去到潮州吃那些 薄切切又好像 沒有什麼感覺 嗯 那些一盤 一次就沒有了 這些呢 現在吃了兩件 還有 還有這麼多 至於我連粥底也差不多 要再加了 我覺得牛排鹽 可以再吃一點 因為它有白色的 有黑色的 新鮮的 它就沒有了 沒有醃過 沒有醃過 有 就用薑 我不是說那件 不熟的牛肉 很厚 進去再煮過 現在咬這樣 又挺好 不會像 橡筋一樣 完全咬不入 是吃得到的 而且一邊吃 一邊有肉香 不僅僅是薄 這些好吃 厚的也好吃 嘩 但是 嘩 這個要一等下去 就不要動它 味道 牛排鹽 今次嘗嘗這件白色的 加少許辣 多多豉油 這樣吃 嗯 好吃 很爽口 很爽口 少許辣 芫荽蔥 再加上這些 辣椒醬 很美味 剛剛等到這件牛肉 還有少許味熟 因為它的粥底 它不同 湯底 它是會稠的 所以 錄得大 不怕 這件牛肉 應該是我在錄的裡面 最大件 應該也是最好吃的 今次不下辣了 無謂浪費食物 嘩 欣賞生蠔 擺進去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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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控制火候 這些讓人煮完 給大家一個建議 除非你很懂得上壓 否則魚片 最好不要太等它 人家順得人煮魚 不得過你 是不是 一個我 火候剛剛好 至於牛肉 過少少問題 都不太大 自己來 自己控制火候 大件 切薄了 最好吃 現在已經放了牛軸 進去煮熟 你看 我嘗試少少 陳村粉 它是用這種優粉的 但又要考慮價錢 就算我們在廣州 吃到最便宜的 都沒有辦法做到這個價錢 35元 因為我忘記了多少錢 份量超足 陳村粉 所以我回到這裏 順得吃陳村粉 便好 一定要點滿這汁 嘗試吃牛腩 這件 不會咬不下 又不會很軟 很軟 到不用咬那種 而且有少少辣 讓大家看看 今天拍攝也挺左手 但真的很好吃 因為有個爐 你沒有理由擠就擠進去 想死嗎 老實說 粉是優粉 但不是很差 因為不是一間廠製造 當然不是 第二 腩汁是做得好 腩汁是做得好 點完醬汁後 這樣包滿 在上面 牛腩是有筋的 有筋才好吃 醬汁 牛腩很好吃 很濃的牛肉味 老婆這樣說 我都覺得 這個份量 是一個成年男子一日的飯量 挺誇張 繼續吃牛肉 慢慢吃 吃飽後 再和大家慢慢說 等待吃粥 再和大家慢慢說 吃牛肉 出行禮食 到最後 再加些牛肉 吃牛肉粥 牛肉就這樣等下去 因為粥底是會吃的 吃牛肉也飽 吃牛肉也飽 只是牛排葉和生蠔都吃光 那些吃光很正常 其他牛肉 吃剩三分一 四分一 其實要吃都吃得到 沒有必要強行來 只要陳酸粉 一定吃不完 還有油炸鬼 還有這麼大碟 看要怎樣吃 我試試油炸鬼 你要不要吃菜 不要 我加些油炸鬼 慢慢等牛肉熟 不要動它 等它浸熟 但是又要看會不會有搭 如果搭 它就不熟 其實也挺考功夫的 因為它有米粥 冷凍一下 煮一下煮一下便好 煮一下煮一下 這個已經熟了 我就會拔起粥 之後 1994 便要關火 因為關火 不可以再煮 雜原käeb 卜底少 很帮想把牛肉熟 如果不熟 先後依然 elections 然后再煮过 还有要看牛肉够不够吃 不够吃的话,不如再加一点 我努力终于将牛肉剩下最后这些 就没必要打包了 对吧? 对呀,那些 哦,放下来吧 放在一起,又不贵了 对呀,我们平时去开牛肉火锅店 舌得很薄 一放下去就 放在嘴里 是放在嘴里 对呀,一夹的时候摇摩头 挺好 还有我先留试那些油炸鬼 都挺好的 像早几天我们去到中山坊吃的油炸鬼 但它比较脆的很多很多很多倍 我这里就已经拔出来了 它们很聪明 整路拿出来吃的 又好像是 我都忘记了 你这个肉有那么高 是你这个人 我理有道理 既然是这样 又跟大家讲一下交通路线 等一等 他们这个餐厅 就在顺丰山公园隔离 如果来到顺丰山公园游玩完之后 记住 在公园的西门出来 就可以来到这个餐厅 罗定邦中学上边 如果要去地铁站的话 步行是需要23分钟的 区庸北路 又或者步行去东平路 好像叫东洛路地铁站 不过不建议大家步行 25分钟都挺辛苦的 打车过去的话 很便宜 1.8公里 大家还不知道 东洛路地铁站是什么地方 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有一次 再对上一次 我一个人过来 顺德大梁的时候 不是吃早餐的 就是那种地方 这就是我盗粥了 盗了棉 盗了甜 哇 好吃 最精华的就是盗粥了 再吃一件油炸鬼 因为油炸鬼 浸了这么久 也不会发售很厚的那种 多方努力 终于这盗粥吃了很多 很好吃 它又主动绵了 肉味又出来了 你不够蛋 我倒了整个蛋 是 都够 很甜 不过呢 就鉴于不敢吃那么多 所以只剩下一点就算了 没办法了 还有一碟大碟 在面前都没动过 其实可以不用叫陈村粉 但是它真的有点吃 是 这么大碟 就有牛腩 如果在其他地方 只是粉 35元 是吗 现在已经过了12点 10点半了 餐厅全场坐满了 不知道要否要等位 我们来得早 比较幸运 10点钟开门 大家记住了 接下来 我们就会过去 华盖路那边 即清徽园那边 逛逛逛 吃点小吃 核心就是吃双皮奶 我又想吃姜壮奶 女儿又想吃绵绵冰 是吗 我们停车车较远 走过去 好吗 就不错地铁了 就这样地 出发 Federr 经过十多分钟车程 我们过到准备在清徽园走很多 这里先说一下我们吃了多少钱 232元就是这样 牛花肉是1斤 我们要了68元 最后硬吃完 牛柏叶是50元 要了半斤 还有生蚝底吃33元 我那个陈村粉也是33元 我以为35元 油炸鬼10元 基本上就是牛肉丸 牛丸是28元 如果我们经常开火锅店 一会儿就肚饿了 现在硬要吃才能吃完 而且还有陈村粉打爆 消费2、3个人是203元 有少少剩 平均60-70元左右 整叠陈村粉没有吃到 对面就是华锅市场 原来华锅路都是有市场的 都很正常的 街坊市民都要来买菜 但是一个小问题就是 这里停车位是超麻烦的 我们找了很久 很久了 很久了 是的 是的 我们又不喜欢停进室内那些 而且还没有 是的 就像前面的车那样停 停在路边那样 这次非常有幸地 带到女儿来过去吃双皮奶 就是姜壮奶和绵绵冰 因为我也想吃 今早出来的时候 还觉得会不会好像冰了一些 吃完粥就暖了 而且出了热也好一些 游客来这里吃饭也好 便宜那种 13元 港西鸡 38元半只 烧鸵38元 有这些店铺 这里叫做 叫什么 醉云香 就在华锅路附近 什么 烧鸵32元 我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了 你看前面 又有一家 大家有竞争便有进步 对不对 最开心就是我们的食客 这里又有一家 这里是嘉明羊 这里不是 刚才看到 这个就是嘉明羊 是呀是呀 是呀 嘉明羊 五折 有竞争才有进步 对不对 挺好的生意 其实好 还有座位吃 这里 是的 嘉明羊 我们在广州都经常听 原来是30周年 还有五折 中午1点后 下午7点后 就是现在 就在这条街上走 继续往前走 就已经是通往华锅路 我们很少会走到这边 来到这边步行 这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不懂 停车位 找不到 另一方面 来到这附近 折假日 我说 洗手间也不是太多 我们就停在路边 这些都还有画位要收钱 刚才我们停的那些 没有画位没有收钱 都不知道会不会被人费 这里有一间 又有一间 金榜牛乳牛奶 老字号 生技 现在又有一个小问题 不知道会不会没有位 是吧 那里很有行务位 尝试千多个号 不过也不要紧 如果真的没有 我们就回去 刚才经过那间食物 或者我们走步行街 看看旁边路的小食 小食就特别多 在那里进去 大量步行街 对面又有文讯老铺 吃小食 午餐 旁边就是卖崩 再旁边就是轮教高 新开的叫王老太 又是吃小食 吃鸡饭 装修挺漂亮 下次有机会可以试试 我们终于来到步行街 今天超级热闹 大家看着千万不要开车 上次我是工作日过来的 喜欢点停都行 我们停了一部车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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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里就有很多小食 你看 又有顺德拆如羹 全部都是小食 有双皮奶 对面这里就是停车场 很多人把车静静静静地停在里面 很多都是像我们的广州人 以为駕駛到车过来 就有位停车 是没问题的 我们要去吃热的地方 就一直走到路美近步行街 其实这里就不是步行街 我们上一次都是駕駛 入到这里又找不到位置 有李希记 整条街都是李希记 又有新鲜能较高 又有这些华梅 对面进去就是清花园 那个位置 之前都和大家来过的 10元一位 很划算的 可以割根水 也是爆满的 可以一杯杯买喝 都不知道 哇 还有我们都算早来的 什么 这个叫金丝牛肉饼 如果各位观众 明天回来 尤其如果你们平日 已经是退休人士 记住记住 不要星期六日来 但是星期六日来 好处就是 看人家热闹点 你看多开心 这里是卖双皮奶的 鸡扒饭 鸡扒饭 很厉害 这里有双皮奶 竹蔗水 上次我都买过 是挺好的 还有如果说到好吃 就是这个 韦记牛杂 看看 这里 上次我们经过 都没有买到 这个好吃 是韦记牛杂 吃不下了 是啊 还有牛三星 嗯 嗯 嗯 两件月份 $19,39 老板是在真空迷迟里面 没有氧气 去抽渣器可以先補充 但有个小问题 始终有这么多单车摆在这里 真的要管理好一点 否则大家走过也不过瘾 又或者很多人都喜欢这种 碧碧碧碧的感觉 对面有一间新开户 顺德老, 王者如其 有时候如果不喜欢金磅上街 走得多了, 又过来这里 我觉得这里餐厅的选择是金磅上街的路道 开始看到有奶茶堡 奶茶也很好 柠檬茶不是奶茶 先前一点就是章鱼小丸子 这个夸张 吃鱼皮排队排到这样的 有没有那么多鱼给人吃呢 它是有分的 有分玩鱼皮 和其他的鱼皮 它就会写明 玩鱼皮 不只是咳就可以 那些小朋友们在这上 可以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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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我拿了一张飞了 今次比较好一点 38 上次是 不知两百多三百 可以 因为我们来得够早 我们就来这个 文顺老铺 双皮奶飞为财政宗 就是要来吃绵绵沙冰的 A296 现在已经 我们不要走那么远 在这儿等着 除了进去坐下慢慢吃 还有这些 就是软雪糕 芫芝甘露 水牛奶雪糕 酒香雪糕都有 这个是单点甜品站 没有三分钟 已经过了10个号 可以 还有20个号 先由30多 现在过了10个号 可以 派女儿在等着 就打算在这儿过去 走一走一走 整条街都是摆满小食的 是这样才热闹的 至于我派了个女儿 如果到号 他就先进去拿位置 当然了 他有份吃 很多小朋友放假过来玩 挺开心 很多小朋友 有人卖一些芒果 这边有卖服装的 好似你走一走 出去转左 就可以过去 刚才我们的汽车那里了 是的 但是这边 怎样说呢 比如说我们回到 广州北京路 对比 事实上这边的牌子 就不是那么精彩 老老实实 有点像上下九那种感觉 但是这边 就比上下九很多 很多 而且上下九 其实交通也挺方便的 是不是 还说有叮奴卖 又有信德赛馆 原来这边又开了新的酒店 叫做 渝家旗下信德大梁步行街清飞园酒店 99元 究竟是 荔枫也是200多 是的 这边不贵 大床房99元 大床房101元 最贵 最贵是 120元 这边 这里上边 又或者这个 荔枫259餐厅的环境 我们等了 当了没两句 就已经等到位了 因为呢 里面真的够大 于女儿就聪明了 选了一个户外的座位 坐这个位置是半户外的 在这里 看出去呢 就是 先头的步行街 因为是吃小食 所以其实 转桌率都很快的 就不用等半个小时 等两张桌要等很久的那种 这个时候呢 就说回这个了 这是荔枫酒店 先头看的 重新介绍一下 今天是星期日 259而已 两份早餐272 亚智大房 290元 古基数码点餐的好处呢 就是自己点自己的 首先有下午茶套餐 这个是有双皮奶 有冻或热 羊枝金露 和炸牛奶 不过我不喜欢炸牛奶就算了 至于水牛奶 冰 就一定会叫的 还有 这里还有 陶醉双皮奶 是有酒在里面的 就叫双皮奶薄物馆店 双皮奶热的 冬的 半糖的 圆脊椰 黄酮奶 羊枝金露 盐酮奶 红糖酮奶 哇很多 奥利奥都有 至于我们要吃的那个是 冰不知道在哪 不知道这么冬 有没有做冰 应该有 冻水牛奶也有 无糖水牛奶 一瓶500毫升 18元 烧鲜草 莲子草 对啊 震度震度 又有红豆沙汤丸 椰汁汤丸 又有渣渣热的 水牛奶西米 太多了 我们应该会点了个 点子冰冰 还是 红豆刨冰 红豆刨冰 豆腐花也有 有什么豆刨冰 风味小食 炸牛奶 煎箱蛋也有 火腿煎箱蛋 黄金糕 还有鲜辣 还有鲜辣 青瓜条 烤鲜春蛋 很多食物 很多 不再慢慢 腌皮奶 又送了上来 我们选择了个半糖 它卖10元 但是呢 就真的是小碗了 好像鲜辣 好像鲜辣 我们吃的粥 碗比它更大 对吗 很小 我不吃 我先翻动来看看 肯定是有皮 但都未翻动 已经感受到 有少少像我们星期五 去上下狗吃到的 那个好像 上下狗吃到的大碗 不过又贵点 又贵点 这个呢 这个 这个是我的 你给点我 对呀 我先吃一点 什么味道呢 甜 是的 它是甜过我们金磅吃的 但是清甜就是 到这个了 嗯 老婆呢 就选择了 姜壮奶 是不是13元 是 姜壮奶 右边这个是10元 左边这个是13元 好 至于这个呢 就是芒果棉棉冰 亦都送过来了 是女儿的 是香菲奶 哦 但是我都会吃你的 上面有把傘 你拿吧 傘 哇 有把傘 冰就是这种 因为很久没吃过 半糖也够了 给大家看一下 讲一下这个香菲奶 我们选择了半糖的 就是不太甜 挺好的 如果不是半糖 就很甜 姜壮奶也都可以 对了 下次可以选择半糖 它不是那种 放些代糖 那种半糖 吃完就没有了 而是 真的放少一点糖 那种芒果冰沙蛋 嗯 我们试试这个 这个是老婆的姜壮奶 其实我喜欢吃姜壮奶 你这样就加换了 是吗 3元其实又不太贵 只不过看上去 那个碗仔细 奶味当然是小皮奶 奶味又重 嗯 因为姜壮奶有姜味 不过它就没有在我们现场 这样撞 就是撞好才送上来 半糖 半糖 就甜 不够 如果全糖 就不得了 嗯 嗯 只是为了这个 过来金榜上街 其实都值得的 因为 文信老铺其实有其他分店 有些分店是没有绵绵兵的 有 有 有些没有的 人信那个是 是吗 你又分了多少信 永远都分不了 总之今天我们来这个 叫做文信老铺 有博物馆那个 它的姜味又不算太重 但是凝固了就肯定的了 嗯 在上下九个叫什么铺 那间叫南信 那些信多到不得了 那个又很适合 又文信又人信 又人信老铺 其实都 我们最喜欢这间 应该是 但是呢 就 路上就最麻烦了 如果是雙皮奶 我们就沉入 沉入去南信 不错 是南信都可以 说说说自己都乱了 那个又够大碗 因为它又贵了 就贵一些 但是那里是上下九个 梯底 又有一个 是梯底 雙皮奶 但是梯底 但是梯底 感觉上就是 雙皮奶好 其他的那些 你只是吃过雙皮奶 只是吃过雙皮奶 你还吃过什么 嗯 嗯 留给你 不要啊 我开始吃他那些 在这个时候 我要吃他这个 还有一只羹 在这里 还有一只羹 不要拌乱些味 绵绵冰是这样的 它用水牛奶做的刨冰 其实就是 如果大热天时 坐在户外吃 它很快就会溶 因为现在是冬天 所以就 就好像这样 好像一些盐 那样的 很多的游客 来到信德 都是为了雙皮奶而 是真的好吃的 嗯 不是说那些 三眼椒 试完一次 没有一次 而且它的做法 还有很多 嗯 那些冰就在你口里面融了 那些芒果都挺好的 够新鲜 它咬下去有咬 就是有咬口 哇 其实呢 等它融一点 更好吃 幸好今天暖了一点 还有 刚才我们吃了这么多粥 否则呢 都有一些冰 嗯 那把啫啫呢 那把啫啫啫啫 还有把啫啫啫啫 啫啫啫啫 今次是蓝色的 好吃 等一等 等它融一点 好少 现在呢 是干的 最好吃的就是 在口里融着 还有最好吃的就是 吃到底部 有少少融 今天都融得不多 因为天气冰 一向口含着它 等它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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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吧 我不吃 慢慢吃 我吃了雙皮奶 真的挺好的 吃了这么多 种类这么丰富 就真的在这里 除此之外 又有鳳爪 笨椰王 真的挺好的 住附近的酒店又便宜 唯独停车不是太好 但对于我们的观众应该影响不大 对面有很多小食 不过我想这些真的未必适合你们 但很多年轻人就趋之若无 在这个方向一路走过去 就是华盖山的位置 就可以去到金榜上街 大家来到这里 老实说 都不是为了购物 都真的为了小食 和趁热闹 跟上一次我们一家三口 来到对比 上次好像是吃烧鸥之后过来的 或者是去农的那里吃完之后过来的 当时始终仍然是疫情期间 就不像现在这么热闹这么多人 但是那些餐厅现在又多了很多 时至今天又热闹了很多 比如好像又有卖气球 在这里吃牛杂 真是厉害 真是厉害 半地大行 在这里原来 真是有少少像以前 我们去上下九那种感觉 又是这些小食 淋纳 走过 味道又不差 价钱又不好 超贵超贵 那种 还挺香的 几千 粉是15至20 还可以再加东西 你加牛杂 出行力加都可以 牛圆粉又有 但是这样坐在路边吃的了 挺有风味的 这边又多食物 所以先留我们去那个 又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老铺那里 文讯老铺那里 没有以往那么多人就有原因了 很多餐厅开了 这个不关事 前边我又见到有人在这 在那里 在那里吃东西 应该是龟邻糕吧 我估计 其实大家来上德都是为了 美食 而不是为了 买牛仔褲 我认为上下九那种 如果想重鑽以往的辉煌 就像做这些 不要卖那些 什么皮带 没用的 在其楼底 做几档 坐在那里吃 包裹你 看见是瘫了 那些铺位 一事难求 你看 华国路这边就是了 老实说 那些食物 就不算超精彩 超精彩的 都是以小食为居多 但是呢 这种氛围 真的无出其有 连雪糕店都排队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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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的 便宜 哇 燕撈小店 这个是叫做 金丝牛肉饼 其实我上次经过的 上次真的没有那么多人 旁边还有手丝烤鸭 都是游客最喜欢吃的 这些和顺德美食 就没什么关系 去吧 现在都准备回去 现在慢慢散黑暴 去拿车 刚好经过这个金磅市场 不过 菜肯定不买的 纯粹是经过的 这里不是卖菜 卖肉的 是卖衣服的 就是这样的 楼上应该是卖菜 卖肉的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卖菜的 没有开 不去 看楼就黑了 对吧 好 那我们星期日 来这个 顺德的半日小食之旅 都算小食 都不算小食 都结束了 吃牛肉吃到饱 是的 都不算小食 那是时候要结束的了 我们都回家 去拿回车 希望我被人抄牌 前面转右 抄牌 抄牌 抄的香 没办法 这里转右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观众 如果想回来玩的话 你不怕人多 就节假日 如果怕人多 星期五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刚刚好 又不会炎热闹 在这里附近住的酒店 也有很多 上次都说过 刚才经过 便宜的 贵的 也都有 贵的去前小小 有一间 好像叫做新世纪 我忘记名 我会把那条链子放在屏幕右上角 给大家重温 住那个酒店 应该叫做新 忘记名 下集见 拜拜 去拿车 请勿赏 吃点 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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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